哈囉大家好,我是就讀台灣體育運動大學的何紹輝 碩士二年級 應該是說剛剛的對手以前都沒有遇到過 因為算是學弟,甚至是新生代理學弟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是以一個比較試探性的戰術去做 然後二三回的時候才是採取比較積極的進攻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台下是朋友,台上是敵人這樣子 而且可能有一些活躍才能讓你置身在比賽當中 也可以更享受的去享受比賽的過程 畢業可能會去從事先去回到高中的母校 先去幫忙當教練這樣子 然後之後的目標是想要開一間個人的運動工作室 有關於拳擊啊,空中瑜伽啊,或者是其他像是運動按摩之類的